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慧 这是一台12-128 是一位客户让我帮他拿的机 然后拿过手收到了 又发回来说要晃 为什么说要晃呢 他说用起来不习惯 当时我是直接跟他说 其实可以选择拿那个11port256的 我感觉11port256 如果这两台机来选择 我们是直接建议大家拿这一款 那么我当时也跟这位朋友说 直接拿11port算了 不要拿12 但是他说他想追一下潮流 想拿12 结果收到货才一天 用了一下感觉一下体验说 手感不是很好 然后用起来不习惯 想折价 然后重新换回台11port256的 我也跟他说 要不你就会用一段时间 然后习惯了 看一下能不能习惯 如果确实不习惯 那你再发回来换 那么他说不要了 他说真的不想用 他说感觉摄氏各方面 还是没有11port那么好 那么今天就发回来 让我给他换了一台11port256 确实是毕竟这一台机子是256的 然后这一台是128的 他说第一个内存也不怎么够用 然后选择一台256的 那么我们今天也是给他发 给他拿了一台256 真的说实话 确实11port拿起来手感会好一点 两台手机握起来真的是11port手感会好一点 但是像这种机 怎么说 如果你追求潮流啊 但是你们一定要去实际片 先拿起来感受体验一下 然后确定好了再拿 不要说拿了后悔 然后又要放机这样子就说 对大家不太好 因为换机都是要折价这样子 我也不想大家这样子 那么如果你们 这两台机的选择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拿11port 因为虽然是A13的处理器 但是用起来还是蛮好的 不会说卡 那12确实是手感 真的没有那么好 但是如果你们选择拿了 但是又要用起来 用一段时间习惯一下 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